大家好 最近收到朋友的来信询问 他说有一部以泰国信仰题材为主的电影 萨满即将上演 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 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 我所认识的萨满吧 对于电影情节的部分 若有提到其实个人的参测 若害怕爆雷的朋友 请看完电影再来看我的分享哦 其实在韩国 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泰国民间有万物皆有灵的信仰习俗是一样的 这一派的村民相信天地日月 雷电烽火 甚至草木石土 还有这世界的万物 一切都皆有其灵性 而浪松指的就是乌习 女性称乌 男性称习 对浪松来说 他们的工作是以人生作为媒介 让神鬼附体 能看向治病疗愈 也能请神降世引鬼入身 据说他们会预言未来 指引王者灵魂 甚至懂得驱魔 还有进入属灵的世界 至于为什么中文聘名用萨满呢 我猜测应该是 若使用灵魅的话 较不易引起人的兴趣 而用了萨满这一词 大家对他感到陌生 就会开始搜寻 因此而产生兴趣到戏院去观看 那么什么是萨满呢 还是我的猜想 我认为他指的萨满应该就是萨满信仰 而萨满信仰指的就是 巫师 巫习 灵魅 万物皆有灵的这一派思想 根据记载 中国早在史前就有萨满信仰 到十一世纪和满族的传统信仰结合在一起 在西藏 萨满指的就是当地原始的民俗信仰 本教 在佛教盛起之后 本教与佛教结合成为藏传佛教的其中一支 因此我们常听说的灵童转世为法王 仁波切和各种神通秘法 仁脱离入身的法术等等 都是西藏的萨满传说 泰国 泰国的国教是佛教 但在泰国有很多人非常的相信 浪怂 非常的相信灵魅 从太北清迈 东北一山 一直到南部的普吉岛 都有非常多这样的信众 因为泰国佛教多亿泛文 作为祈福 请神与神灵沟通的语言 因此在泰国的萨满 浪松就是灵魅 也都是以这种人们听不懂的语言 来做一些祈福啊 请神降神的仪式 多元的信仰融合下 最著名的就是普吉岛的萨满信仰了 上一集我们提到鸡童就是灵魅 灵魅就是乌习 乌习就是浪松 在每年的九皇灾节社会中 鸡童们降神起机 就像韩国萨满 跳大舞 是相同的概念 沙满的信仰总是裹着一层神秘面纱 藉由天地万物属灵世界的神秘感 让一些失去自我或是找不到自我的人能够找到归属感 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 但毕竟是个多数人未知的世界 未解的领域 对于萨玛信仰 我们还是抱持着敬畏之心 敬而远之吧 当作生活中的一种参考就好 倘若太当真 小心陷入假萨满的骗局当中哦 其实我有看过这个电影很多版本的预告 每一个版本都让我鸡皮疙瘩溜满地 的确排得很下雨很惊悚 在疫情期间大家都被关久了 想要姐姐们让自己的心跳呢 惊吓神斗加分一下 蛮值得去看看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了 下一集见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